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 肯定行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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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成功 成功 不是 之前我买变明镜 然后呢 这里面就发现了这种材料是缓冲用的 它是纯纸的 它很结实 所以我说这么好的材料不能浪费 蜂窝纸板有较强的成熟力 所以经常被人们享用作各种生活用品 比如穿在身上的衣服 或者能放东西的桌子 亦或是能坐的椅子 能躺的床 还挺结实的 不过你这做个桥不算什么 我今天拿着翻看咱们网友的留言 就有人想跟你挑战 你看这个 他说他可以拿纸做个纸传 我也能 就说拿它 没问题 真的假的 它坚固不代表它防水 一直以来 很多人试图用纸来坐船 例如武汉商业服务学院的学生王露瑶 四川省眉山永寿高中的话语教师朱亚琳 都曾用我们身边常见的纸 做过载人水上航行的纸团 人们都希望能用环保又常见的纸材 来代替传统的梦海钢材刀法 如果真的能实现这个想法 那将大大降低造船成本 又能节约自然资源 实现纸材的循环利用 原来如此难不得应用者们发现 以往人们在到纸材过程中 竟然克服的是纸材的结构 和纸材的怕水性和韧性 他们觉得在纸材的结构上 和纸材的防水性能上 还可以看见 于是想利用蜂窝纸板 来做一艘更好的纸船 宁员通过纸桥的测试 证明了蜂窝纸板具有抗压能力强 缓冲性能好的特点 从韧性上似乎可以满足 用作造船材料的要求 但是要怎样做才能使蜂窝纸板 造成一艘能够成功在人的纸团呢 马教授大宁员决定 先找来一个装满水的鱼缸 和一些蜂窝纸板 来探究使用蜂窝纸板 制作一个什么样结构的纸团 才能在水上再物不沉 而通过极次实验 他们发现 用蜂窝纸板单纯的模拟 传的基本样子做团 行不通 纸板间的连接也是关键 这个整个就是一个整体的框架 这个结构也接受了 然后怎么还要换一种胶 这个胶是绝对绝对不能再用的 现在这个也是纸上弹冰 先做一个试试吧 要画弧形 弧形不行 这个纸团不能做弧形 这应该是直的 再次更换纸传结构 这一次宁员和马教授 把松窝纸板裁成一个六边形 作为传笔 然后他们用双面胶 进行底面和侧面的连接 很快纸传就顺利完成了 六边形的纸传 在稳定性和防水性能上 又能不能在水中再物成功呢 下水 不错 好 现在准备上人了 一号观众 造好的纸传成功地放入水中 烟热者们把里子一个接一个地放入纸传里 直到最后第六个大里子放进船体 纸传虽然有一些颤动 但也完全没有影响它在水面上的飘服 没什么问题哈 你别说而且它剩下去也就是三分之一 对 它还有潜力 绝对还可以再做一些人 这也可以把它放大化 验证者们制作的纸传模型 成功试航了五分钟 他们并不肯定 用这个方案能进行真的纸传制造 真正的船需要有钢性龙骨或者防水材料 这两个条件又稍微偏差 都完成不了船的制作 那么作为没有刚性又怕水的纸 有没有更加稳定的制作方法 能够做成一艘真正能载人航行的纸船呢 马教授想到了微博留言的网友 普通的纸板能成为造船的材料吗 验证者将用怎样的奇思妙想 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造好的纸船又真的能成功载人过河吗 原来如此 纸板角色团继续为您探寻答案 感谢大家又在礼拜天晚上18点45分 观看我们的原来如此节目 也希望大家在一边看节目的同时 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和我们一块来互动一下 我们为您准备了很多题目 题目的答案呢 就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好好看节目 回答我们的问题 就可能会有奖品送给您 原来如此 南北验证者们 为了验证知是否能做一艘 通用可以带人过河的船 在经过自己的几次模拟实验后 他们发现 只要满足结构平衡 防水做得不好 这两个条件 就能让纸舵的船 在水上能够沉重 漂浮够长时间 按照初步实验得出的纸船制作方案 他们通过微博 联系到了两位发起提问的网友 并向他们发出邀请 准备大家一起完成纸船制作 以验证的全过程 两位热心网友 一位叫李亮 是清华大学威纳电子系的学生 一位叫李天逸 是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的学生 原来如此 纸板造船的验证团队 由他们加盟 又会产生怎样的奇思妙想呢 宁愿决定和他们一起 用风波板制作一艘大型纸船 而马赵叔则对他们提出了测试要求 既然是船 我要求不高 只要能载重一个人 让它五分钟之内不沉掉 没问题 你们俩觉得呢 行 没问题 没问题 那我就去准备地方 加油 好 咱们三个就准备材料 考虑到做一艘真的大船 需要有更强的稳定结构 才能载人航行 大家最终决定 还是使用风波翅板 进行大型真船制作 而根据之前的经验 要用纸板制作一艘能载人的纸船 还需要更稳固的结构 和更有效的纸板连接方式 一机器做纸船 人们的脑海中 首先出现出各种各样造型的船 如果船太小 浮力也一定会小 如果船太大 虽然浮力大 但难免会有接缝 势必会漏损 所以摆在眼前的首要任务 是无论只做成什么样的船 都得浮起来 所以浮力要大于 人与船的总重量 一般也就是大于70千克 我们假设即将试水的环境 是一个装满水的容器 在这里 船所排开的湖水的体积 乘以湖水的密度 再乘以重力加速度9.8 就等于船所受到的浮力 我们已经收集了 大量的蜂窝纸板材料 面积适中 加工以后最小的面积 是1.24平方米 所以不难计算得出 吃水的深度会7厘米左右 方形起见 船的外围做成45厘米高 这样 纸船就能保证 一个正常的成人乘坐航行 制作正式开始 验证者们也用上了 能快速切开纸板的刻刀和推线剂 一起沿着事先设计画幅的线 进行切割 船的主体结构已经切了出来 验证者们还需要解决的 是纸板缝隙的渗水问题 纸张虽然不能溶入水 却或多或少都有吸水的性能 如果吸收了大量的水分之后 纸张的强度 必定会大大小异 而且万一要是结合布 沾得不结实 船舱进水就更加危险了 所以为了扩大纸板侧面 和底面的粘胶面积 同时防止水进入蜂窝板的空隙 验证者们采用了包边的方法 把直的冰原进行处理 其实主要现在是因为 咱们在粘双面胶的时候 它这边接触性太小 对吧 对 只要让它变得平 然后变得大 你说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比如说把这个不切透 对 把它这样切过来以后 你说把这个边上这个 把上面都给去掉 然后把这个给窝过去 对 然后最早都粘上双面胶 他们仔细地制作着 对每一个环节的工艺精益求精 希望这样认真造出来的纸团 真的可以做上人 能实现在水中易游 漂亮 漂亮 这么打的 还是很结实的感觉 完成了所有粘截之后 验证者们用蜂窝纸板 分别制作了船舱内的椅子 和用来划船的桨 这就算是完事了 船在水中行驶 最主要的是要掌握平衡 如果船在航行过程中不平稳 就会发生清洁 最终导致沉船的结果 所以这搜满足了平衡结构 并采用了双面胶粘截的大纸船 为了使船板扩大粘截面积 并且很好的防止 水从缝气渗漏进船舱内 验证者们还对纸板边缘 进行了包边处理 从而制作出了一艘 让验证者们都很满意的纸船 如此用心制作出来的纸船 真的可以载上航行吗 还是来看看水面测试的结果吧 为了测试宁员三人 亲手制作的纸船 能否符合水上交通工具的载人要求 马笑叔在位于北京怀柔 在水长城旅游风景区 找到了一片浅滩水域 而这片浅滩周围的水深 也不到意义 看着还挺香回事的 那刚刚香回事 那好吧 这样 我给你们准备的水域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还挺浅的 所以我怕你们万一有什么危险 没什么危险 这不会没问题 对 沾得很结实的这个船 验证者们的纸船 马上就要下水了 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马上就还请来了专业救生员 如果纸船在航行过程中 因为失去平衡 导致船体倾斜 翻船 验证者落水 那么他们就会立即将 可能浆水的验证者 从水中救起 我提的要求是 这个船要在水里坚持五分钟 不全 我们需要带人吗 上人都没有 连个座都设计了 不行啊 这个板子 你想一下 这个板子可是当时咱们在实验工厂 蹦来蹦去的那个板子 那倒是 这个很结实的 没问题 对 那就来吧 来 其实并不是牛人 用纸座船成功航行 四川省眉山永寿高中的 化学老师朱亚林 就曾用广告宣传液制作纸船 并成功地在水上航行了十分钟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的学生 王露瑶 曾经用纸杯的临摹纸座船 并在水上成功地航行了 近二十分钟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验证者 最后大纸座船的制作 真正能否在人航行的时刻 所有人都期待着 蜂窝纸板做的船 成功的那一刻 没事就可以了 你看你看看 怎么做的 哦我明白了 不稳不稳 不稳啊 不稳 进来咯 来我推一下 行嘛 进水了 小心点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就在大家高兴地看到 宁元坐在纸船上 准备航行的时候 意外还是发生了 纸船并没有顺利起航 而是在入水后 整个船底与侧壁 立刻被水浸湿 分离开来 宁元在船内 无论如何也无法保持平衡 最终下半身 整个进到水里湿透了 至此 纸船入水 还没来得及航行 便宣告失败 所以好好反解一下 我觉得我有发现 你看这板子 它一沾水 它很快就掉了 但是 它里面这个都是干的 对哈 只有表皮一点点湿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咱们这个板子 如果做了防水的话 它还就是很硬的 对 没问题 另外呢 我觉得你们这个胶带 只用的也不行 你看那个胶带 刚在外面看还挺黏的 它一沾水就 这变得像海带一样了 对啊 根本不行 没黏住了 你们要不要重新改良一下 这肯定不是船了 用纸材坐船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纸材要有足够的强度 蜂窝纸板 由两层面纸 和一层心纸交接而长 组成的蜂窝结构 抗压能力强 缓冲性能好 以最少的材料消耗 获得了最大的强度和刚度 所以它有较强的承受力 可以满足智船的强度条件 用纸板坐船 必须满足的第二个条件 是纸材要防水 可是纸天然就有着较好的新水性 最怕的就是水 强韧的蜂窝纸板 毕竟是纸做的 只要与水接触时间过长 水就能够以柔克钢 本来刚刃无比的纸 慢慢的就会被浸湿 变软 失去刚性 它在防水性方面的缺陷 使它不能满足智船的防水条件 制造一次性纸杯的磷膜纸 因为本身除了纸纤维以外 还有一层防水膜附在上面 用它做成纸船 可以满足 纸与水相互隔离 所以纸船可以在浸水中 航行很长距离 甚至在流动的水中 也能坚持近20分钟 那么如何让蜂窝纸板做的纸船 能够在水中带人航行 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对纸船进行防水处理 而对于这样的升级版纸船 马肖叔也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 但是你们如果解决了这个防水的问题 就不能仅仅是载重了 因为我之前给你们的要求只有载重 就是一个人在上面 在这边五分钟不会沉 那船还得有一个功能 就是得滑行吧 我们带人滑 好 我给你们准备一个赛道 行 行吗 行 你们就负责回去改良吧 走吧 走 银元鱼来自清华大学的两名学生 一起进行真船制作 在马肖叔准备的场地上进行水上测试 结果船在下水后不久就宣告沉没 验证者们认为 提高风窝纸板的防水性很重要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 才能让纸船在水上载人航行 用防水的东西 那我觉得就没问题了 其实用胶带把外面都缠进了 然后进行就断了 验证者们对李天逸提出 新纸船的防水方案并无意义 而对于新纸船的结构 力量简易 保留流线性结构 因为它可以提高船型速度 而且是最常见的纸船结构 但银元却不赞同 他认为 这种结构用风窝纸板制作 平衡性不够 容易发生测翻 我觉得我有意义 你们俩刚才都在岸上看着我笑 我跟你说 我在里面坐的时候 明显感觉流线型的时候 那个船很不稳定 就是左右 摇晃是吧 而且我那个船 我坐的位置比较高 我的那个座都这么高 我真的上面觉得不稳 咱们应该把船坐得宽一些 但你要是太宽的话 它是不是 怎么说 阻力又会太大 然后你到时候吃水深度也会更浅 总之 总之这个方案 这样的船的方案 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只完成起来难度太大 要不咱们这么着 就咱们两艘船变在一块 然后中间它用一个那个连接结构连接起来 就是那种过去的那种 对 双体船 对 这样的 双体连在一起 你看 咱这么着的话 船体它的底面 没有变大 同时 你肯定变本地很多了 对吧 对啊 双体船 顾名思义就是 人们把两个单船体 横向连在一起 而构成一个整体的船 它主要作用 是在水上行驶时 可以分担水对船的压力 降低船体的重心 而由于双体船的宽度 比单体船大得多 其稳定性明显优于单体船 既有能承受较大风浪的能力 无意翻船 而因为具有良好的平稳性 装带量大和速度快的特点 这个结构为世界各国 广泛应有于军用和民用船国的制造中 新制船采用这种结构 可以在保证最少材料使用的情况下 增加止船底部接触水平面积 最大限度的保持船体平稳 抗击水面波浪的冲击 又可以增加船的前行速度 因为制作的船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船体A和船体B 还有包括作为连接的纸墩子C部分 所以验证者们决定分别进行完成 最后再把三个部分拼接起来 确定了新的纸船使用双体船结构 而组成每个单体船的零件件拼接 他们也找到了替代双面胶的方法 对 就说那个损帽结构是吧 就让它这样 对对对 让它板子与板子之间有关系 对 咱们那个东西最致命的就是 所有的 当然不是一个整体的意思 就只靠那个双面胶粘 但其实它粘的部分 而现在通过损帽结构 肯定会满面积 损帽结构是在两个零件拼接时 所采用的一种突凹结构的连接方式 其中一个的损头插入另一个的毛眼中 使两个构件不需要粘合剂 就可以连接并固定 纸板每个构件都比较单薄 只有把它们有效的拼接以后的整体 才能承受巨大的压力 所以验证者们选用的这种结构 正适合纸船底板与侧面的连接 咱们切孔的厚度应该是跟这个板 会不会是一样子 这样正好插进去 对 刚好插进去 经过测量 化线 接料的步骤 几个小时的努力后 新纸船的底板和侧板 都按照损毛结构部分制作完成 验证者们将它们拼装到一起 组成了两个单体船 验证者们使用同样的损毛结构 制作出了新纸船的顶板 这个顶板的设设计可以使船体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保证了 保证了纸船结构的本部 而蜂窝纸板掏空留下来的废料也被用来加护船底 起到缓冲船底受力的作用 新纸船主体结构的三个部分都大功告成 为了解决蜂窝纸板的防水问题 验证者们决定 先把双体船的每个零件都用生活中最常见的透明胶带进行单独保护 然后逐一进行重新拼接 最后在损毛位置采取特别的加护 咱们这外面皮上看着感觉确实 但是这个缝啊实在是收不过去 这一会只要一下子就会出问题 透明胶带本身一面是透明薄膜 一面是橡胶 它不仅具有很好的粘接作用 其中的骨膜本身也具有很好的防水性 所以为了给船体进行防水福利 验证者们把纸船的三大部分 用透明胶带包裹得延延实实 可是三人望着制作完成的纸船 觉得要完成纸船水上载人滑行 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还有个奖 那走 去看看船长怎么做 好 划船没有奖 怎么能行呢 为了制作划船的辅助工具 宁愿随即拿起了做船体 剩下来的蜂窝纸板边角料 进行缠过胶带的防水处理 这个奖还被附上了 可以用手握住的手柄 我戴上这个能飞吗 是 来 戴上桌的上面 感觉这个很结实 经过更加牢固的结构感 激和严密的防水处理 新纸船的各大部分终于制作完成 此时大家虽然已经疲惫不寒 但看着想象中 用纸板造成的船一步步实现 验证者们迫不及待的准备 对新纸船进行水上测试 我们出发吧 走吧 走吧 我只能拿这个了 我也拿 完成了蜂窝纸板制作的新纸船 原来如此验证者们再次来到了 位于北京环州的水长城旅游风景区 就离水深1.5米 平均的水面没有一点的波浪 旧城园身高1.8米 站在水里没没过头 验证者们此时 对进行过透明胶带防水处理的纸船 进行最后的组装拼接 这怎么还这么多呀 我们这是三合一 我们还没有组装呢 按照预先的设计 明媛 李天逸 李亮三人 使用透明胶带 把一只蹲刺和两个单个船体 进行捆绑式连接 最终让纸船的三个部分 组成一个整体的纸船 好 一边一个都好了 这样一艘双体船 搭配存某结构的连接 又用透明胶带进行了防水 最终能否让这艘新纸船 实现纸船水上载人的航行呢 回来了 这回跟上回 我给你们准备的地方不太一样 这一块的水不是很深 咱先放下 但这明显看着像深水区 不过 不过 小心 那边有水 没事 我们船防水 没事 我们做好防水 我给你们画出来了一个 带一点宽度的区域 这回给你的要求相对简单了 只要一个来回就行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 没问题 你们两下 有人翻面了 这是蒋吗 这是蒋 以为是鞋 在这个水深1.5米 湖面宽度 预为100米的航道 纸船要完成 装载两名成年人 航行一个来回的任务 虽然宁元三人 已经对这艘新纸船 重新设计了结构 并做好了防水 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他们还是穿上了救生衣 安排了救生员 万一落水 验证者们可以放弃纸船 保证自身安全 一会儿拧就留步 我呢 当时带着这个高端大气 上档次的小摄像机 你要把它固定在哪儿 而为了更好地记录 真实的船内现场情况 宁元也在船头 装上了小摄像机 验证者们新制作的双体纸船 马上就要下水了 我们马上就要上路了 这个开人 开人 开人 使用透明胶带包裹严密的方法 能保卫风窝纸板坐的船 起到防水作用 双体船的整体结构 搭配损毛的连接结构 能否使纸船更平衡 验证者们制作的纸船 是否征服了马教书 为他们准备的水中航道 原来如此 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我们马上就要上路了 开人 一切准备就续 大家把双体纸船 小心翼翼的放入水中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纸船是会像宁远 他们想的那样完美归航吗 还是会发生意外呢 在这儿啊 准备好了吗 你们俩 慢点啊 慢点啊 一块一块上 一块一块啊 好嘞 哎呀不错啊 这次 宁远和李天逸坐在船中 分别用两个自制船桢 向前刮船 马教书和李亮在岸上紧张的观看 只要能保定生命安全就行 虽然对指船有所质疑 但马教书还是不停地向他们喊话 发出鼓励 哎你们俩行吗 加油快到了快到了一半了 书体船的结构优势 让他们前行的速度是很迅速 透明胶带的防水效果 看样子也还不错 宁远二人很快就滑到水中央 成功的兴奋让二人也是越滑越卖力 哈喽哈喽我们没有问题 你们可以坐下来 哇我们快游啊 加油 加油 你看天一那边感觉比那边要沉下去的多了多 对 加油 加油 现在已经到对岸了 他们现在准备滑回来 宁远和李天一一起奋力继续向前滑 眼看到了对岸 一切似乎还算顺利 马教书和李亮在岸上也松了口气 可就在此时 设置组才发现 到达对岸的双体船中 李天一的船体早已经发生了漏水 而且积水已经被要没过船的一半了 船往带勺了 透明胶带似乎没有想象中起到很好的防水作用 双体船中一艘纸船的蜂窝纸板 开始因为船体进水而变软 天地 天地你刚小心的船啊 虽然另一艘还没有出现问题 验证者们本来想坚持一下滑完全程 但这下看来 只船漏水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了 无论李天一怎样移动 漏水的船都无法保持平衡 只船已经完全失控了 这段在场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加油能滑能滑加油 加油快点 加油 此时李天一所坐的船体已经进水颇多 坐在自己的船体中已经无法继续划船 情急之下李天一坐到了双体船的中间桥墩上 可这不仅没有使船恢复控制 反而使宁元的船因为偏移也开始漏水 看到这样的情形 在场的观众也紧张地看着他们 一定不能放弃 宁元和李天一决定分离一搏 一定要滑完整各行线 一直不停的漏水情况 让李天一的船已经开始无法做人了 发生了严重变形 这剩下的50米让验证者难以继续完成 看来支班座的船虽然经过交代缠骨的防水处理 却还是不能在水中坚持很久 虽然船内一片混乱 但宁元和李天一还是不停的往前滑 颜看双体直船的一个船体已经完全变形 他会在回来之前就沉入水中吗 我们凉快 你凉快吗 我们笑的挺热的 咱们倒就回去吧 倒就回去 好了好了大奥赛你们成功 好 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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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比第一赛要成功的多 成功的多了 成功十倍 哎呦 回去了 直船终于慢慢靠岸 狼狈不堪的两人在大家的帮助下 花了好一会儿才爬上岸 我的鞋呢 鞋呢鞋呢 鞋也没了 哇 哎呀妈呀 这是啥 这是啥呀 看中间坐的多好 你看中间坐的多好 我就坐在中间回来的 通过实验验证者们发现 用透明胶带进行蜂窝纸板防水处理 如果有的地方粘得不结实 有尖细 无孔不入的水就会渗入纸板 透明胶就会发生雾化 失去胶性 导致纸板被水浸湿变软 而因为是双体船的结构 只要其中一艘船出现浸水变形 另一艘船因为被连接在一起 无法分开 经过拉扯 又会有更多的水进入 双体船两个船体最终都会滴不过水的浸湿 自然就变成了纸迷了 根本就没有达到那个防水的目的 虽然没有达到防水的目的 但是它的强度还是够的 就是它至少能保证在船 都已经软成那样的时候 它那个船的底辆不漏 对 不散架 对 就想咱接放处 咱还得换下其他材料 对 接放处换下材料 然后胶带纸这个材料可以保留 对 那咱去见证市场看看 那你俩就去见证市场看看去吧 你就跑了是吧 我也去收拾了水上的残骸 总结经验验证者们并不甘心于失败 为了防止双体船一直进水导致整体沉没 最终他们决定去除连接船体的制墩子 直接将两个船体进行连击 如果其中一艘船进水之后发生异败 那么验证者就可以用刀将两船分离 确保其中一艘纸船完成水上载人航行的实验 这一次的纸船制作由凝园和理量来完成 纸最怕的就是水 而做纸船最要解决的就是防水问题 之前用透明胶带包裹那么严实的纸船 都发生了严重漏水的情况 看来透明胶带经不住水的长时间浸泡 对纸船粘合缝隙的效果也不理想 必须寻找到适合纸船各个不同地方粘合的几种材料才行 宁元想到了一种专门用来封堵缝隙的泡沫胶 于是他们来到了五金市场 五金市场里有各种各样的胶 而宁元和理量首先要解决的 是蜂窝纸板造船的接纵粘合问题 在走访了几家商铺之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想要的泡沫胶 泡沫胶封堵是把泡沫胶喷在缝隙处 等待晒干 膨胀填缝 这样就可以让胶体和船成为一个整体 水也就自然跑不进船里了 可单纯堵住纸板缝隙就可以解决纸传漏问题了吗 宁元在市场里发现了一种可以改变纸本身帕水性质的物品 一些特种纸 如特种包装纸要求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 所以作为液态物品的防水渗透器诞生了 它具有防水性 我们的验证者找到的这种防水渗透器为流动的液体状态 油紧的本质让它渗透到蜂窝质板内部后附入在每一个纸纤维上 就好像让纸纤维穿上了一层保护衣 使得纸本身与外界的水隔离开来 这会不会是分次进行纸传制作最好的防水材料呢 宁元决定当场用纸巾对这个防水系的防水性能进行测试 真的咱得试一试 我就不信这本材那个还说你 这是组统的卫生纸 清一半留一半 清一半 对吧 对啊 好好 没点费风的时间叫我好肯定要 你放在这就行 就我加达给你过这个实验图肯定是没问题 嗯 咱得没摸是吗 太大可以摸的 没事 这就可以到北了 能不能来到 拿着吧 等它晾一块 这看还看出来啊 看不出来 这都是不变的明显 这都是透明的 对 那这个可以忽悠马下说 哈哈哈 明显和李亮新发现的防水渗透器 可以让原本踏水的纸巾变成防水纸巾 可以让原本踏水的纸巾变成防水纸巾 那么用在蜂窝纸板上 也会有相同的作用吗 他们决定赶快去试一试 材料搜集完毕 这一次 明显和李亮买了防水渗透器和泡沫胶两种材料 防水渗透器用来改变质的性质 泡沫胶用来填补止传缝气 他们跃跃欲试 要对再造的止传进行防水大加工 我做了一瓶这个防渗透器的吞装液 再次回到实验室 宁愿分别将涂抹过防水剂和没有涂抹过防水剂的蜂窝纸板进行进水对比 差不多了 你看中间这个位置咱稍微吹一点干透了 先喷一下 试一下 对 没什么味道 依然是冒泡 这个强度还真没怎么减弱 是吧 对 那个呢 这个表面已经软了 咱们可以试一下 明显摸上去整个外表皮都已经基本上没有保护作用了 不行 肯定不行 这没点声 听这个声音 对对对 这个声音还是很硬的声音 所以我坚信这一回肯定就没问题了 明远发现涂抹过防水渗透器的蜂窝纸板 不仅能防水还变得更加坚硬 果然是很好的蜂窝纸防水材料 验证者们决定重新制作一艘双体船 这次重点放在了纸船的整体防水和缝隙防水的处理上 而准备的材料也从简单的双面胶变成了泡沫胶 防水渗透剂等各种防水材料 行 那这个船怎么算是做完了 给它放上这儿然后咱们涂料吧 生活中防水早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不论是隧道 桥梁 道路 建筑 还是我们日常居住的房屋 防水都不容忽视 水是无孔不入的 它能借着各种自然力量随时渗透到任何地方 而纸由纤维组成 要做纸的防水处理 就必须从根本上对其进行性质的转变 而验证者找到的这种防水渗透器 渗透到蜂窝纸板内部的每一个纸纤维上 就好像让纸纤维穿上了一层油性保护衣 使得纸板本身与外界的水分隔离开来 原本泡水的蜂窝纸板 由里到外改变了性质 具备了防水性能 验证者将它刷在纸船每个纸板的两侧 以及纸板的侧面蜂窝结构上 那么最终这种防水渗透剂的使用 能为新造的纸船保驾护航 对完成载人航行起到关键作用吗 我这边差不多了 我也差不多了 你也差不多了 那这全就算刷完了 对 你看漆渗透这个速度 你就知道当时没有刷漆的时候水渗得多快 对对对 咱们这样把那个放在边上太阳地里晒一晒吧 完成了针对纸板本身的防水处理 验证者们接下来是使用泡沫胶处理船体接缝的密封防水问题 这部分如果做的不好 水会从缝隙出渗入船体 很可能将成为纸船沉没的致命原因 咱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在这种接缝的地方 还有底下这个圈 以及上面这个圈 主要是三个地方需要 需要给它填满 填满然后早上这家还满了这个胶 来进进去 对 这个一把 验证者们把泡沫胶喷在止船缝起的地方 不能漏过一处 整条船都喷满后 再等待晒干 咱们给它抬到太阳底下晒了 哎呦 熬了 可以干了 干透了都已经 宁元和李亮所制作的纸船上的胶体已经干透了 他们发现纸船接缝处已经被泡沫胶堵住 原来的泡沫胶在空气中会膨胀 软而有弹性的特点 喷到接缝处的泡沫胶把缝隙堵了个磁石 这次制作的纸船 蜂窝纸已经刷上了防水渗透器 接缝处也喷满了泡沫胶 接下来 验证者会对这次制作的纸船进行什么处理呢 那行吧那往上了 还会实验室然后做进一步的防水贴胶 经过反复思考李亮觉得为了以防万一 应该用保鲜膜对船体再进行包裹 因为水分子大于保鲜膜塑料气孔 所以被保鲜膜包裹的蜂窝纸能与水合理 彻底杜绝船内漏水的情况发生 馋了整个人一天 是 咱现在这个先是刷了一层这个防水涂料 是 然后又切了一层保鲜膜 然后外面还馋的胶带 太好馋了我就跟他一块儿馋 走这胶带太难看了 咱们去吞点心 这一次的双体结构纸船制作 验证者们利用防水渗透器 改变封膜质本身怕水的性质 再用泡膜胶封堵缝气 使纸船与水隔离 利用保鲜膜本身的防水功能 进行船体招裹 再用透明胶带进行再一次的产杂 四层防水纸船最终才成为了他们满意的样子 涂上棉色以后 接下来就是再一次的水上测试了 这周经过四层防水的双体船 还会在水上载人航行中 暂时发生漏水 只传沉没的现象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期待 不差不多了吧应该 嗯 这外程上也说了过去了 防水上也没问题了 走 咱这船中间就不用那个防水块 我觉得这个船本身很接着 对 对 直接摆一摆 验证者们再次来到水长城风景池的水域 准备又一次的指船水上测试 仿佛知道验证者这次的努力 天气也变得晴朗起来 师傅你又看哪个安置都交给你了 每个米 辛苦了辛苦了 不客气不客气 没事 安全没有任何问题 对 真的啊 我们安全绝对没问题 全好漂亮 这我们的船 这是3.0版本 这个很漂亮的 怎么样 你这做了什么价格 嗯 我们将来一点神秘的材料 然后又包裹了一些神秘的保存膜和胶带 咱们在全脊强的基础上又重新进行了加工 对 起码要进行防水的复理 对 才能让脊强成功 没错 没错吧 嗯 不许你觉得能什么 没问题 到最后就觉得没问题 再一次准备试航 这一次虽然有了四层防水保障 凝缘和力量还是显得十分小心 为了防止双体船停的一只船发生漏水 导致纸船深水沉没现象再度发生 验证者们还准备了小刀 一备启动一艘船漏水时 他们可以把两船分开 以确保至少一艘船载人滑完全场 我们俩能使用一个不增气 我们会随时把这个拆掉 然后保留一个船 这样证明我们的船可以实现 那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能够允许你们一个船回来 就算成功了 对 那你就试试吧 好 一切准备就续 验证改良防水处理的纸船 能否水面再能滑行的时刻到了 验证者们能否与纸船一起完好归来 原来如此 纸板小座船稍后为您欣赏答案 如果中间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不增气 我们会随时把这个拆掉 然后保留一个船 这样证明我们船可以实现 那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能够允许你们一个船回来 就算成功了 对 要顺个试试吧 好 来 碰点 不要碰点 轻轻的 轻轻的 不碰不碰 你们也要终于像上回 跟一波说的 你们做的方式 做的方式也很重要 要坚持船的面积大一点 好 没事 这回 先坐好 先坐好 你们俩先坐好 慢一点 姿势先摆好 好好好 我再没事了 32198 好 走 再一次试航 名人和李亮显得信心十足 这一次的航行 他们的纸船还会中途进水 然后沉船吗 还挺好看的 这两个船 有点像 真的是像铁皮船 他们画的白云那种感觉 纸船很快航行到了对岸 似乎宁元和李亮的船 并没有任何问题 到了 到了 准了 掉头 兄弟先向你们交手 快 因为上一艘船出现了漏水情况 马教授此次更加专注观察 宁元和李亮的船内有没有漏水 到了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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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径还挺统一 上了 别让我检查到一滴水啊 点点 那我这一会儿倒开 都是我船脚弄进来的 这一次的航行似乎宁元和李亮的纸船 并没有遇到之前测试时的任何问题 有了四层防水的纸船 也十分蒸汽的让他们滑到了中心 马上就要到岸了 船体也没有发生任何漏水的现象 看来这一次 他们的纸船终于成功的完成了载人航行的任务 咱们先检查他们的奖 奖是完全没事的 我觉得还是他外头这个 这个 胶带的防水作用非常好 做一下啊 一二 起 不错 算你们成功了 恭喜你们 那上去吧 这艘工模纸板船 在经过防水渗透计 泡沫胶 保鲜膜和透明胶带四层防水组合 以及双体船搭配损帽结构 最终成功的验证栏 纸板巧用 确实可以完成载人水上航行 而作为纸船下水试验的提出者 马孝叔也想要尝试 做上这艘新纸船的感觉了 验证者们决定 把纸船拿到 位于水长城上游的广阔湖面上 进行游湖 而马孝叔体重星 经过之前的测试 纸船完全可以满足他坐在船内 向前航行 但因为上游水深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的设置组和救生人员 还是紧紧跟随他们 为他们的游船保驾护航 也就是说 其实咱们原本想象中的这个纸 是非常害怕水的 对 一溅水它就软了 它的这个强韧度就不够好了 对 但是没想到咱们居然把它做成船 而且咱们俩现在还坐在这艘船上 悠哉悠哉的在这划船呢 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说的 只要把这个哪怕是被弃的材料 合适的材料用在合适的地方 就没有垃圾 没错 嗯 走吧 往那边好好看看 爬天庭 验证者们在水长城风景区湖面 感受风落纸板做的纸船 享受纸板小船成功的模式 经过成功测试后的纸船 和湖面一样平静 稳稳的载着两人在水上航行 可就在这时 哎 你放这钻啊 你行不行啊 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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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拿手 我帮你划他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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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